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阿當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呢 不是氣泡水機 而是要來開箱怎麼改裝氣泡水機 因為就是大部分你不論是哪一個品牌的氣泡水機啊 如果你預設的情況下 你的二氧化碳的罐裝 普遍都會像這樣子就是比較小罐 像這個SolarStream的他們配有的就像這種 那這個其實容量沒有很大 那一罐也蠻快就用完的 所以呢也蠻多人在網上你都會看到 是有人會將這種氣瓶啊 就是直接改裝成外接 然後去接那種大罐 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講要怎麼去修改 那首先呢像我購買的這個SolarStream 這台是電動的 那這台有個好處是 他這邊已經有預留一個孔了 像我已經看過有人網上改裝是那種手動的 沒有任何的孔在後面 所以他必須要去鑽一個孔來符合那個管徑 然後可以讓他拉出來 那我這個還好 這個就是已經有預留一個孔進在這邊 我只要將改接管裝上去之後 從這邊穿出來 然後再接到我的銅裝就可以了 那我這次購買的呢就是這個 重到B 不能講髒話 這個很重的一個二氧化碳氣瓶 這個你要記得你要去購買的 其實在網路上很多店家都有買 蝦皮也有一大堆 他有分容量不同的 像我這個是5公升的 他應該叫5公斤 我記得是叫5公斤的 然後7公斤然後跟10公斤的 他各有不同的容量的大小的 那我這個因為是想要符合我們家的 這個高度去購買 就跟這個不會真的差太大 不然我也很想一次直接買到 這最大管的 可是我覺得太大了 那你就會買到這個之後呢 是套裝的呢 會附一條這個 轉接管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個轉接管 去接氣泡水機跟你的氣瓶 通常轉接管呢 會是套裝賣給你 那也有單賣這個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知道氣瓶來源 要怎麼獲得的話 你也可以去單買這種轉接管 那直接去接這個氣瓶 然後你要注意的是呢 每一家的氣瓶啊 有可能這個頭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在選擇的時候 你務必要先跟店家確認 就是他這個轉接頭呢 是不是可以符合像收到訊息 這種氣瓶的這種接頭 如果是可以的話你再買 那有些如果是有不一樣的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當然你要是說什麼店家講什麼 SolarStream原廠授權的接頭什麼的啊 應該沒有這種事情 因為這個應該都自己改的 他們原廠不太可能會 將這種規格釋出給一般的 個人的廠商或店家 那氣瓶的部分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二氧化碳的氣瓶很好買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氣泡水機要用的是食品級 所以你不能買一般的二氧化碳氣瓶 也不要隨便將你的空氣瓶拿去 不知名的店家隨便灌氣 因為你要選擇的是食品級的二氧化碳 我這一個呢 它是有附檢驗書 雖然我不確定是美瓶檢還是抽檢 但至少它有附我至少是知道說 它是賣這種食品級的 不是隨便一種二氧化碳 或是廉價的那種來充當 那當然如果你擔心的話 像我買這個店家 所以我不是要推它 我也不會跟你講我在哪家買的 你就蝦皮自己去收 像這個店家 它也可以幫你單獨這一罐 再去送檢 就加個幾百塊 如果你一定要這麼安心的話 那這個整組買下來 像這個五公斤加這一條管線 這樣是三千七百多塊 那如果你是之後呢 只要單買這個氣瓶的話 只要一千七八百那邊左右 直接拿這一罐去給人家打氣的話 好像會再更便宜很多 所以就是你可以第一次比較貴 然後再來越來越便宜 那如果直接去打氣又更便宜 所以我是覺得自己改裝長期使用下來 就是比原本 我有算過啦 比原本這樣一罐一罐換啊 大概便宜一半以上的價格 所以真的差蠻多的 而且這個改裝真的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吧 好首先呢 要準備的東西就是只有扳手 那原則上我是準備一大一小 等一下就知道為什麼會一大一小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要先穿過這個洞 但是我買這個管器呢 因為它這個蠻大的 其實是穿不過去 但是呢它這個頭可以拆下來 這個其實手是拆不下來的 這個是我已經剛剛先把它轉送了 所以你才會需要一個大的跟一個小的 然後把它互轉 然後把這個頭拆下 然後呢就可以穿過去了 好穿過去之後再把它鎖回去 像這個啊 如果你拆的這邊是要接上氣泡水機的那一邊 它這個是有一個彈簧在裡面 你要裝完之後確定這個彈簧的彈性是還在喔 不然你之後會使用會有問題 或是會出現漏氣的狀況 然後記得就是不要單純鎖完就好 一定要扎實的把這個鎖完 然後把它鎖緊 當然如果你擔心漏氣的話 像我們現在每次使用完都會先將 氣瓶的開關關起來 好 然後再來呢 這邊這一頭的就是接上你的 氣泡水機 會跟你裝氣瓶一樣 就是直接轉進去而已 所以你就是直接在上面轉轉 轉好之後呢 因為接下這個管我們不太會去拆卸它 所以建議要把它再鎖緊一點 因為像這種氣瓶啊 其實都是高壓 所以你也需要用配這種鋼管 現在比較白癡去買那種塑膠管 會爆開喔 所以像這種大家要自己注意一下安全的部分 將這些該鎖的東西都要鎖緊一點 再來呢我們就可以將電源線插回來 如果你手動就沒有電源這個東西啦 再來就是氣瓶的這個管線 我們就可以把它裝回來 你看有這個洞真的很好 你就不用再去鑽那個孔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借出來 再來我們就將另外一端鎖上我們的氣瓶 這跟那個接那種瓦斯差不多概念啦 一樣的我們就是用大板手 將氣瓶的部分鎖緊一點 好 這樣就完成了改裝 接下來打氣給大家示範一下看一下 這個啊 我是每次使用的時候我才會去打開它 這個開不用像瓦斯這樣一次開超多 這樣是鎖緊的狀態嘛 你只要開一點點就好 會聽到有一個氣的聲音 的聲音都過去 然後原則上用1就很夠了 這樣就搞定了完成了 這樣改裝真的很簡單 然後又可以省下非常多這些氣瓶的錢 所以呢如果你之後有想要弄這種氣泡水機啊 然後如果想要改裝這種氣瓶 記得就是把握兩個原則 我會建議如果你一開始就確定要改裝的話 就買這種後面有孔的 後面有孔的 你就不用再去想說要專弄這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買二氧化碳氣瓶的時候 要選擇食品級的二氧化碳氣瓶 不要隨便亂買 就算你要去打氣去找一般那種氣體店家 然後去打二氧化碳的話 也一定要請他們出示食品級的認證 確定他們有做檢驗然後再去做會比較安全 那如果你對於氣泡水機的改裝 也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不是拍電腦的阿大哥 下次再見囉 掰掰